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社论十周年 引发华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潮 已经超过一亿八千多万中国人声名三退 今天高雄举办一场《九评共产党》发行十周年座谈会 汇集了美国、香港、台湾专家 专注中国正在发生的局面 知名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十周年 高雄举办研讨会 每港台专家关注 一亿八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后 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那九评出来了以后 大家就是引发了很多华人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那热心的人就办了很多像研讨会 就像今天的一样的情况 那在世界各地的办 也就差不多室内的这些活动 才比较两千多场 由各方面的人是来讲 那听众来听 媒体来报道 就引起了大家对这个中国的关注 作为海外最靠近中国的前线 香港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前来 在景点声名三退 香港人呢 因为目前要面对中共政权的关注 大家开始对中共的历史 对中共在历史上产生的变化 是非常感到兴趣的 所以就凭这样子的论述了 我相信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个蛮好的造型 另外 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15年未止 也让许多海内外民众更加认识中共本质 在和平时期当中 利用自己的人民来迫害自己人民的 最著名的国家莫过于中国 他真的是拿中国人的资源来迫害中国人 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 而这15年来 从20世纪跨越到21世纪 最残忍的就是对于法文工学院的 一个灭绝的手段迫害 这场研讨会也吸引了台湾朝野议员 学者前来 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变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宣导这样的书籍 让别人了解就是说 书的部分的内容 然后呢 我想也许会引起更多人 对于整个目前台湾 还有对岸的这个方面的形式 专家表示 《九评》发表后十年中 台湾因两岸福贸协议 引发的太阳花学运 香港对中共假普选说不的雨伞运动 都是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行动 两岸三地的民心思辨已经越趋明显 新唐人亚的电视 许美惠 叶大为 林湖关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